大家好,我是焦先生 今天我们来到湾仔 这里是湾仔的告示打道168号 大家都看到这间是汉法面间 我们之前也在深水埗的汉法面间拍过一集 今天和大家来到这间湾仔店 和大家分享一下汉法面间好不好吃 未吃之前,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未订阅我的朋友,快点订阅 我们现在进去吃东西 接着我们来吧 我们进来坐下了 这间是湾仔的汉法面间 我们看看它的餐牌有什么吃 这些是正食类的 雲吞和牛腩 粉面类在这边 有饭类,虾子面,公仔拌面 这边也是招牌公仔面 我们看看后面 后面有三文字类 多士 小食 炸鱼球 很有名 特饮 飲品 还有外卖类 我们点完食物再和大家报告 这杯是冬奶茶 都很大杯 这杯是冬咖啡 小冰小甜 嘗嘗一杯奶茶 茶味依然挺舒服的 我这杯正常就没有叫任何小冰小甜 茶味依然挺滑的 大量甜了一点点 但也OK 嘗嘗这杯冬的咖啡 小甜酵冰 咖啡也挺脆的 奶味普通不太多 咖啡也挺酸 不太酸 这个也普通 这个是猪肝公仔面 配煎蛋 煎蛋都煎得挺帥 有点脆 猪肝在这里 猪肝都很厚切 看法面家的猪肝是出名的 好吃 还有厚切 配这个公仔面 那公仔面 快点吃了就不用那么腍 这个是水饺 看起来都很帥 很多葱花 面身看起来都很爽 不会煮到很柔 看起来的水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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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大 真的很大 我的手掌 都很大 试完再跟大家报告 先试这个猪肝面 先试这个猪肝面 非常厚切 烤起来很棒 但是很新鲜 不会有腥味 我们用了很多姜味 去逼到腥味 看法面家的猪肝面 是用姜来住 之前我们在深水谷都吃过一次 很香香 但不会很长口 会不会辣 那这个猪肝面是挺好吃的 那这个猪肝面也挺好吃的 那我快手试一下 因为这个猪肝面 因为它没有出前一滴 它用了猪肝面来做猪肝面 就没有了以前猪肝面 可以配出前一滴 现在全部都用了猪肝面 但是猪肝面也挺好吃的 那我试一下 这个猪肝面 一看就知道很多猪肝面 很足料 猪肝面 很香很棒 热辣辣 薑味很出 但不会很辣 这个猪肝面 这个猪肝面 这个猪肝面是挺好吃的 那我试完蛋黄 这个蛋黄 另外要加四蚊肝的 我都煎到焦边蛋的 那我试一下蛋黄 少许蛋汁 它不会很生 有少许蛋汁 那蛋黄 没什么特别 它煎蛋 也挺脆的 就算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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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它煎得很粘 很粘 那蛋也不错 我试一下这个水鸡面 先试一下汤 汤也挺香 蝦味 又不会太油 也不太油 要面 我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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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面也挺鸡蛋的 很有辣 很有辣 完全不浪身的 我试一下 这个面真的挺好吃的 我试一下 它吃不到有鸡水味 挺香 有点鸡蛋味 这个面真的挺好吃的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水鸡蛋 水鸡蛋超大 水鸡蛋超大 水鸡蛋一咬下去很爽 非常好吃 很爽 很爽 它很爽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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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薄 水鸡蛋也不太好 水鸡蛋也挺好吃 很爽 虽然可以吃了 因为它是食放在itaryan 辣椒油 上次在生意店也没有煮辣椒油 那個辣椒油 看虽然辣椒油 辣椒油,辣味不太辣,但香味不太辣 辣椒油,辣椒油,不太特色 這個是西多士,漢法麵膠很出名的西多士 用很多蛋白發到厚很大 上面有煉奶,可以選煉奶或者糖漿 我們選煉奶,煉奶比較好吃 喜歡就加牛油,上次我們在深水埗吃的時候 西多士賣光,因為那次是下午 西多士很好吃,所以很快都會賣光 但今天是中午,我們買到這個,跟大家分享 去看牛油,你需要不需要 去吃魚肉,就要吃魚肉 去吃魚肉,這個肉很咸 去吃魚肉,去吃魚肉 去吃魚肉,快手吃一口 味道很辣 身体挺热 香花生酱味 有这么多连奶 连奶味很厉害 西桌的面包 很松软 但没有很脆 它的蛋白发出来了 它是比较松软软的 就不会是很脆的那种感觉 但这个西桌是挺好吃 挺有名的 这个大家可以来尝尝 我们在这间湾仔店的汉泊面家 吃完东西出来了 我们今天吃了几款东西 我们吃了个猪润煎蛋公仔面 吃了一个水饺油面 还有吃了它最出名的西多士 上次我在深水埗 因为它的西多士太出名 我们又硬它 所以吃不到 今次跟大家分享这个西多士 我先讲讲它的猪润面 它的猪润 都是保持一贯水准 很新鲜很厚切 咬下去都是很爽身 没有渣的 很好吃的 它的汤底也是很够姜味 很香的 很足料的 也不会辣到吃不到 那吃下去都很舒服的 那跟着它的水饺面 我特别要炸一下它的猪润面 它的猪润面很有咬口 很弹性的 很有蛋味的 那它的面真的挺好吃 水饺也很大 有四个那么多 那么多的水饺都很好吃 那些料很爽 那些虾很爽 那些木耳很爽 那吃到那些料都很新鲜的 它的皮也是很薄 那跟着它的西多士 它的最出名的西多士 那它的西多士真是不错的 那它出名的地方呢 就是在它的發蛋白那裡發到 那麵包呢 醬糊糊糊 那这个是它的特点来的 那它的西多士 我们是配了煉奶 那可以配糖漿的 那它的煉奶西多士 那一杯很出色 很好吃 很香口 那这个西多士真的 很值得大家来试的 那另外我们叫了两杯飲料 那一杯就是 凍奶茶 一杯就是凍咖啡 那奶茶咖啡 就我觉得 普通 不是太特别 那如果要选择来说呢 奶茶应该好喝咖啡少少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湾仔 这间故事打道的汉法面加盛的东西 又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条影片 记得按个like 有什么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最重要的是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未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快点订阅 有你们的支持对象 是很重要的 好啦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浏览我最新的影片 和之前拍的影片 多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如果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